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納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資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鍋 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Tom 今次帶大家來一個 我們年半以上的時間 沒有再到訪的項目 就是位於珠海這一邊的 翠湖香山 而這個項目最大的賣點當然就是它圍繞著 一個叫翠湖哥爾夫球會的高球場 所以景觀方面是相當漂亮的 話說早前我和一個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的 都是從事內地物業銷售的朋友 由於他對雅居樂的產品是比較熟 所以跟他聊天我也有說到 位處於衛州那邊的雅居樂白老湖 當時 是很多單位可以看到 他那個白老湖裏面 他建了一個哥爾夫球的練習場 早一段時間我也聽聞 這個練習場其實是被政府要求整改 就是說 所有以 哥爾夫球練習場 名目 而打造出來的哥爾夫球場 全部都不允許經營 不可以讓你用這個說法 就可以瞞運地過關 跟這位朋友見面 我也特意問他 知不知道這個白老湖的情況 這個哥爾夫球場是不是真的變成綠草地等等 他就說我知是的 即是說草地 還是綠草地 算是挺漂亮的 但是上面就不允許再有任何 哥爾夫球的相關活動可以進行 所以準確一點說 這個地塊 就會變成一個 訪哥爾夫球場 的一個休閒區域 大家再談起 亦都提及 現時 全國 在過去的十年十多年的時間 其實都有很多這一類的哥爾夫球練習場 是不是全部都被要求整改 他就說按他所知道 也是 現時 基本是不存在所謂 用哥爾夫球練習場 這個說法 去經營 以前的哥爾夫球會 的模式 變相 早年 拿正牌的哥爾夫球場 和他允許周邊 建出來的物業 價值就肯定比較高 如果以珠海為例 目前 其實就是這個 翠湖香山 和 九州保利天和 這兩個 圍繞著哥爾夫球場的項目 是比較上受歡迎之餘 亦都可以說 你是要買 這些高球場伴 的 樓盤的話 唯一的選擇 就不用了 兩個哥爾夫球場的發展商 其實都有九州控股份 如果是金灣那邊的 九州保利天和 就加入了保利 負責 起樓 管理等等的部分 而翠湖香山這一邊 就會是 自己 九州控股 打造出來 如果說地段價值 坦白說 翠湖香山這一邊 會略為高一點 再加上 在這個項目附近 其實是有一個 唐家灣站 亦都可以享受到 成軌的優勢和變節 當然有那麼多吸引之處 你就不要預計價錢 可以做到很便宜 現時 市況 即市 是沒有之前那麼好 但是這個 盤的單價 都要大概 三萬六 左右 你說這個水平 這個地段 景觀 算不算很貴 其實坦白說 真的不算很貴 不過要注意一點 這個項目 沒有什麼細單位 全部 都是偏向大職為主 有多大呢 一會兒我們主持 Jerry就會在模型 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由於現時這個項目 亦都不允許 拍攝它的示範單位 所以我們一會兒 講解完模型等等的情況之後 就會是播放之前我們到訪的時候 項目裡面 社區的情況 環境 以及當時拍攝的示範單位 可能在模型上 會有一點點差別 但重點就是 你可以 有個實體樓的示範單位 看出去 到底看到的波爾夫球場有多美麗 會不會有的 是有多自然的 會不會有一次 就在模型中 有都會不會有 也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也會不會有 提供 會不會有 這個就是翠湖縣百合縣由九棟高層住宅組成 對著鏡頭這個方位是北向的 對著高爾夫球和別墅景觀屬於南向的單位 整個小區成為一個台式的遺合式告局 小區裡面含有一個泳池和兒童歡樂設施等等 有些康樂設施是在裡面的 我們可以從鏡頭上去看到 而且正對著鏡頭下面就是我們正門所在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正門所在的位置 我們先看看現時在售當中的產品 六號樓、七號樓和九號樓 我們轉個鏡頭過來這邊看看 其實目前所剩餘的貨量就不是很多 加起來就有幾十套左右 我們先來看看六號樓和七號樓 六號樓和七號樓主要在售的面積是166平方 而在售當中的九號樓有一個是135平方 主要是位於中間位左右 也都是對著高爾夫球的景觀 在售當中的這幾座樓的收樓時間 大概是去到明年的八月份左右 帶上精裝修交樓 目前價錢大概是366平方 管理費方面是31平方 也是由九州控股自己去進行物業管理 大致上項目情況就是這樣 三萬六元在目前市房之下不算便宜 不過我們到訪當日都看到有好幾台客戶 是在合談中的 再加上感覺上這個發展商 對於現時剩下的這些產品 似乎是不太急著賣 即是所謂的比較適合一些 因為去年我們到訪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賣這個組團 去到今時今日都是在賣這些 所以可能他也是要善價而沽的 不會急著說 很有回弄資金的需要 所以要便宜 當然每一個人對於這種 慢慢賣不會急的發展商有不同的提法 有些人覺得你善價而沽 那我就不買 等你第二天真的缺錢的時候去減價 我才考慮 又或者有部分人士都會覺得政府 政府未來會推出一些類似空置稅等等的做法 令到這些放了樓 不會急著賣的發展商 可能到時避免這個空置稅 都要急著放手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會給大家 看看這個項目裡面 一些社區環境等等 因為最值錢的地方 一定是哥爾夫球場和景觀 另外亦都會播放之前我們到訪的時候 看一些漂亮的示範單位 特別是上到實體樓的一些中層的單位 看出去的景觀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這個項目裡面 不同類型的產品 到底是否吸引 現在我們就走到高層那裡 去看示範單位 今天天氣不太好 有一點點下雨 我們來看一棟九棟 一單元 一三零一室 即是中層左右的一個壺形 156平方米 四房兩位的示範單位 一進來 從這個環廳的玻璃位 看出去的哥爾夫球場 真的非常漂亮 由於這款壺形 屬於大環廳的設計 你會發現走廊位是非常少的 先來看看第一間小的睡房 剛剛好放到一張三邊都落到的床 不過沒有放到衣櫃位 轉回來先去廚房位看看 相當好小好用 不過如果156平方米的單位來說 這個廚房不算大 再轉過來另一邊 這裡有一間類似書房的空間 另外在它旁邊 就有一個平台的位置 可以放一下洗衣機 浪一下衣服 都足夠了 因為採光都相當不錯 轉回來 就經過這個大環廳 走進另一邊 另一邊 就會有些少走廊位 可以看到佈局上 其實走廊是很少的 先看看下次洗手間 然後再看這個睡房 這張床 三邊落到床 有一個小的梳妝桌 兼且放在衣櫃 也是足夠有緣 看出去的景觀 當然是非常漂亮 再轉回來 去看看這間主人房 其實全屋大部分的空間 都放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洗手間 棋缸浴缸有齊 那位小朋友 應該是看樓的客人 的小朋友 兼且 可能還沒做完功課 所以 父母叫他在那裡做功課 最後 在主人房 欣賞了這麼漂亮的 哥爾夫球場景觀 剛才那套單位 景觀就無敵 不過缺點 我相信大家都會找到一兩個 我個人認為剛才那套單位 沒有客廳的陽台位 這是一個可惜的地方 另外 單位156方 但是感覺 真的偏小了一點 不算相當實用的一套護形 我們現在再看一套低密度設計的單位 面積是139平方米 間隔是四房兩位 這一套我就不為大家去詳細介紹了 大家可以跟著畫面 慢慢地欣賞這一套示範單位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这个项目目前已经不允许拍摄 所以你想看最新的情况和看最新的示范单位等等 都需要来到延长的 在目前本身讲话开关但又未开到关的情况 只能够看着这些影片去看梅子壳 假如你真的对这个随户香山的项目那么兴趣的话 欢迎联络我们拿些资料研究一下 又或者就着今集的梅有什么意见上发表的 也都欢迎留言和大家说说 今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条影片再见 大家好 我们自家兄弟的铜锣湾新店已经正式开幕了 欢迎各位观众和客户随时上来 了解大湾区楼盘的资讯又或者可以预养我们看楼 大家记得了铜锣湾站的C出口 出了来之后就跟着我们走 这里就是写字路路口 我们就是2304 23楼出来 左手边 就可以见到我们自家兄弟的门店了 铜锣湾广场二旗是有自设的车库的 大家若然开车的话 来到洛克岛就可以找到停车场入口了 当然除了铜锣湾店之外 如果你觉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这一边地铁站出来 也是相当之快就可以过到胡舍新巷这栋大厦 在8楼出车之后 802和8037就是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总店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的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铁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 下条影片见 拜拜